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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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还记得 初相见 时常震撼 从此后 我心里 被你填满 光风中暴雨里星星相依 迎着风迎着雨笑容灿烂 奔向你让我们策马奔腾 奔向你让我们踏遍红尘 奔向你让我们轻轻相随 奔向你让我们挥洒青春 这常爱强烈到天梦地裂 这常爱坚持是轰轰烈烈 不管他人之间 情人能见我和你共事中 此情不灭 也曾经让你哭陪你流离 转眼间你用爱把我保卫 为了你我可以放弃一切 为了你走天涯 始终不回 这常爱强烈到天梦地裂 这常爱坚持是轰轰烈烈 不管他人之间 情人能见我和你共事中 此情不灭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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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依然看到他把那瓶 额铃花吞了下去 这就是救不了的 我土地关了 这老夫爷有鬼有穷 还是土地甲那瓶药 可是都没有办法 他已经死了吗 他还没有死 你就送回了毛月亮 老夫爷 老夫爷答应了他死得有尊严 人死了 还谈什么尊严不尊严 我要去毛月亮 我要去救他 我也去 我也去 我给你们一起去 花阿玛赶过来没有 我已经跟小蚊子小虫子起通知了 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不知道还能不能见最后一面 我真该死 今天六叔 突然请皇上吃饭开心 我就应该有所警觉 不应该出宫 我真笨哪 有没有宣太医啊 老夫爷自死 谁敢宣太医 小当的小桌子 马上宣太医 把孤脸太医 全部闯过来 是 快去 神仙小蚊子说的 炸凉妙的死的菜 敢不像菜一样 老夫爷做出中来活动实仪 就做香菲娘娘 清儿 你还是回到老佛爷那儿 想办法伴助他 不要让他到把月楼来 我们也去把月楼 阿康 佑青 你们去把月楼 那些太医的都没保过 我得去把厂树林来 追求他或许还有办法 走 小康 快走 赶う 起契 阿康 阿康 阿小 阿精 阿康 阿兴 阿允 母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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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靳靳靳 我们才刚刚离开一下 怎么会去 什么毒药 什么喝离婚了 你们去我要吃 赶紧毒药你们吃啊 我使得你收获了 不要承认 不要承认 你起来 你把他吐出来 我不相信 你没有死 我没有死 没有 别想 靳靳子 靳靳子 我们有你送来 赶紧去哪里家了 阿湘 快醒了 我已经正业了 阿湘 阿湘 你坚持住 大夫马上就要来他 他们会救你的 阿湘 你制作一遍 你一定要制作一遍 男人他刚刚做出 你危险的孝季 他都快要换了 你想想他 如果他没有你 他该怎么办啊 阿湘 还有我们大家 来打击他 该怎么办啊 告诉他 告诉他 我好想见他一面 阿湘 你一定要维持人这空间 你一定要维持人这空间 才可以见到他 对不起 你们忙了那么久 全部都白忙了 阿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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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啦 阿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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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振作一遍 你为了我们大家 你振作一遍 你振作一遍 你还我来 我还我来 阿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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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儿 阿湘 快快 快给我一杯水 快点 阿湘 小姐 小姐 快掐着她的嘴 快点 快 小姐 雪来了 让她 让这儿来 让开 快 小晏子 把药丸塞进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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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她看一下 快点 快点 求求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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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醒过来 求求你 她恶不定你怎么办呀 不要雪 不要雪 上次救浴费难的时候 就没有用雪 把她嘴巴捏捏 让她咽下去 喊嚣 喊嚣 咽下去 朕命令你听到没有 你要让朕遗憾忠实 朕那么喜欢你 联系你 朕不允许你死 咽下去 那不死就没有用啊 她根本咽不下去 那个药一直在她嘴里 她不会咽了 怎么办呀 小姐 我要再咽下去 我要她咽下去 安生 不要冷掉 不要冷掉 不冷掉 她咽不得冷啊 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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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安生 叶小军 叶小军了 叶小军了 快 快选长寿 快选长太医 上次来救魂一飞 这次也要替朕救魂相飞 陈太医啊 陈太医 喝了喝鼎红的人 还有没有救啊 喝鼎红 那是超级毒药 喝了必死无疑 死人的事不要来找我 我活人的事还忙不过来呢 你是个大夫 连病人都没见你眼 你就放弃一个生命 你这样还配掉寓意吗 不管救不救的火 你都要去抢救啊 淋香丸 快把淋香丸拿出来 是谁喝了喝鼎红啊 看把你急得叫疯狗一样 你再说我 我哪有什么 您相碗 香丁娘娘被老佛爷赐死了 你上次不是偷怪您相碗吗 这 这还是半成品 这里面还缺好几种天山珍贵的药草 再说 我也没制成玩状 不知道行不行 管不管用 人都死了 还管行不行啊 就像没效你都给他灌进去 快走啊 对 khá 我 你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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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 好多蝴蝶 为什么 为什么蝴蝶都飞来了 蝴蝶也知道了 他们先来给他送去 跟他告别 他要送我 我们就不活了 真没想到 这能爱居然成了杀人凶手 真正的一美则没办法原谅自己 不是的 不得不许 蝴蝶是来保护他的 他是护血蝶子 他是花蝶子 他怎么会死呢 蝴蝶是来保护他的 好香 我从来都没有闻到 这么香的香味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蝴蝶 还有那股香味 好像 韩香已经把所有的香味都释放出来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 他已经泥流了 我们辜负他了 我们辜负他了 早就应该按照计划事情 我们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与非自己 你的婚事 我们安排晚了 只晚了三天 他居然等不及了 公主 我们来给你送信了 你好好去吧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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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מ 阿明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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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进去看看 臣子女的 辙 他去了吗 他有呼吸吗 不行了 没脉象 皇上起来 皇上起来 湘妃娘娘 她已经去了 父亲 父亲 你起来 你起来 你不是答应我吗 你要活着 你要活着呀 父亲 你不要死 你死了什么都做不了 你遍不成风 你也遍不成山了 你死了什么都没有了 你起来啊 你起来啊 阿姨 你不要死 你死了什么都做不了 你遍不成风 你也遍不成山了 死了什么都没有了 你起来啊 韩香的香味 蝴蝶 蝴蝶从皇宫里飞出来了 散了 你死了 我要去找他 我要进宫去 神木力量也阻止不了我了 你不要发疯了 你一个人怎么闯进宫 我杀进去了 我打进去 我拼命地闯进去 走开 蝴蝶 我都让一个人去送死 你今天要出这个门 就必须把我打倒 他要死了你懂不懂 他快要死了 蝴蝶已经离他而去了 你不要拦着我 我要看他到底怎么样 我要见他一面 蝴蝶 蝴蝶 你冷黑一点 你今天看到几只蝴蝶吗 你至于吗 阿尔康定念过我们 那我们一定要在这儿等消息 他知道你有多急 一旦有消息 他会第一时间来通知我们的 如果你这样闹的话 会害死大家 你救不了韩湘 就是就是 蝴蝶说得对 你叫而再这样发疯了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他需要我 他在等我 如果你们两位是我的朋友 就送我进宫 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他在喊我了 蝴蝶 蝴蝶 你不要这样 蝴蝶 蝴蝶 我不要这样 我们现在应该帮他起伏 放开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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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我长寿是什么秘方都用了 能够再和你相见 能够再和你跟蝴蝶一起飞舞 我像做梦一样 我也是 我也是 在梦里也没有这么美 被你抱着 被大草原和蝴蝶包围着 卖耳丹 能这么过一天 我再也没有遗憾了 我跟你说 我们会团圆的 我们有机会的 因为我身边这帮人 没有一个人放弃我们 而我们自己又怎能放弃呢 说得对 我知道了 我会抱着希望 永不放弃 不只为你 也为那些 被我们卖命的朋友们 我们怎么能辜负他们 怎么能辜负这片 美丽的草原呢 我们怎么才能辜负 我们是 我们的草原呢 这个草原是 而是 以后 说得有还 乃和你 这个草原呢 与草原呢 有了 还在乎生死吗 他生 我生 他死 我死 麦尔丹 韩湘不会死的 他还有你 他怎么可能抛下你一个人 就死了呢 韩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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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叫我 小姐 他活了 娘娘 他坐起来了 他爷爷追不来了 他没有死 他没有死 他 长手 长大医 来了 你先躺下 好 娘娘他活过来了 他真是不可思议不 凡是吃了贺鼎红的人 唯有一个能活命的 一定是我这个 银香丸起了异毒攻毒的作用 他活了 他活了 活了 活了 娘娘活过来了 他死而复生了 他 他活了 谢谢你 谢谢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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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 你将是世而复得死而复生 你真是奇迹中的奇迹啊 谢谢你 谢谢老天 谢谢老天 谢谢你再给朕一次机会 让朕从见你的幸福吧 小香 你活了 你活了 你好留不记 你把死线都打败了 天哪 我要打架了 对不起 你吓死我了 你们相信吗 他活了 上天有好生之疼 他活了 他真的活了 所有的奇迹 都被我们碰上了 娃娃哥 香味没有了 什么 你问问看 海湘的香味 好像没有了 真的 海湘的香味 怎么没有了 说不定 只是暂时没有了 说不定海湘的香味 现在太衰弱 没有力气维持那口香味了 说不定是这样 也说不定 这是老天对他的 另外一种安排 老天收走了他的恩赐 也解除了他的负担 他死而复杀 是一个重新的生命 香飞走了 现在活着的 是一个没有香味的寒香 跟我们一样平凡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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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 是代表什么吗 是代表什么吗 代表是幸福 他终于可以拥有 和我们平凡人一样的幸福 人太渺小了 怎么不知道上天的安排是怎样的 人太伟大了 有那么多的喜不哀乐 去迎剑上仓的安排 他怎么样了 他在说什么 没听清楚 说什么话呢 是回忆 皇阿玛 您早点休息吧 这儿有我们 常太医又在外听守候 应该没有问题了 你也累了一天 明天还要上早朝 歇着吧 朕不知道她是不是完全脱离险境了 这实在好担心啊 皇阿玛 您放心吧 老天爷要带走她 刚刚就带走了 她既然能够死里逃生 我想她大胆不死 必有后福 子卫啊 小院子 你们两个真好 朕今天看到你们拼着命抢救香妃 这种真情流露 让朕深深地感动和震撼 朕虽然有无数个儿女 却从来没有任何人会对朕的妃子 表现出这种无私的热情 朕会珍惜这种热情 谢谢你们为朕做出的一切 皇阿玛 我们会做这些 是因为我们喜欢香妃娘娘 不是因为她是您的妃子 朕已经充满感激了 您又何必给予撇清呢 为了令妃是不是 朕和你们一样的矛盾 喜欢香妃就觉得对不起令妃 却又无法抗拒香妃的吸引力 这样的女子啊 不但让朕心动 恐怕连你们也不能不爱她吧 好了 朕信任你们两个 朕现在需要的不是休息 而是有件事情不得不做 朕又去找老佛爷一堂 要不然就算救活了香妃 恐怕朕的一个疏忽 她还是难逃一死 那香妃喝了喝点红她还能活啊 那她会不会 她不是鬼就是仙 她根本就不是人哪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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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把勇气找回来 快去呀 她一天到晚往树方寨跑 树方寨的那两个丫头 跟香妃又走得那么近 我早就认为 那个小燕子 根本就是一个妖魔 现在 香妃又发生了那么古怪的事情 我看 她们根本就是一伙的妖魔鬼怪呀 那勇气 勇气不是太危险了吗 快 快把勇气找回来 快去呀 娘娘 娘娘 五二哥回来了 勇气 勇气 你回来了 小枪的事和你有没有关系 你没有在外面闯祸吧 女妃にゃんきゃ 二康班话事也来了 怎么这么晚了还到我们永和宫来呀 有什么事情吗 二康 我很感谢你在婚礼时的帮忙 可是 现在时候已经不早了 你们还是回去吧 以后没什么事情 也不要来打扰我阿哥了 额娘 他们也难得来一次 怎么能对客人这么说话呢 我找他们有事要商量 我们先去书房了 额娘 既然我已经回来了 您就不必担心了 先回去休息吧 我怎么能安心呢 明一天到晚在外面任性妄为 现在又发生了香妃的事情 这一切都让我感觉 很恐怖 很可怕呀 听说那个香妃死了还能复活 太可怕了 你一定要尽鬼神儿远之才好啊 不要再去宝月楼了 额娘 上次您上吊自尽 所有太医都说救不来了 还是小燕子一路狂奔到宝月楼 去求香妃娘娘 拿到着这个起死回生的宁香丸 才把您救了回来 现在香妃娘娘活过来 也是因为这个宁香丸 你还觉得她可怕吗 什么 弥香丸 我 我从来都不知道啊 永齐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嘛 都过去了 别再让人家想着伤心事啊 额娘 永齐回来就好了 您别操心了啊 那宝月楼的事 跟咱们也没关系 咱们过自己的日子就好了 走 我扶您回房去休息 你这能谈话吗 我看 我们还是去如意馆 到白宁明的画室去谈 那个细容 我看见她就有气 我想 她对我们也没什么好眼色 不行 不行 现在 我额娘只要一看不到我 就会到处去找我 常常神经兮兮的 还说一些很尖锐的话 万一她闹到书房斋去 小燕子他们 刚刚经过了 寒香的一场大风波 精神和体力 完全都不支了 还怎么应付我额娘呢 我们就言归正传 现在寒香好不容易活下来 但距离她体力恢复 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能实行大计划 这次老佛爷次次不成 还会不会有第二次 这真的让我很担心啊 所以现在 必须有人日日夜夜守着寒香 还好 老佛爷那边有晴儿 会把所有的消息都告诉我们 两位贵客上门 不管丫头事后 我来凤茶 上次玉花园的小小冲突 大家都别放在心上 算是兴容的不是吧 听说 你们是永齐最要好的哥们 也是著名的书房斋三大护卫 现在永齐的哥娘身体不好 不知道二儿以后可不可以辛苦一点 但当书房真的两大护卫呢 把永齐这个护卫还给我婆婆 你在说什么鬼话 我爱当谁的护卫就当谁的护卫 不需要你在这儿发表意见 这儿不需要你伺候 你出去吧 但是额娘真的很需要你啊 自从上司的事以后 就每天都在害怕 害你走 害你出事 害你被人陷害 她每天都生活在恐惧里 如果你多一点时间跟她在一起 你就会明白的 你们二位可怜可怜我婆婆吧 我带她向你们请求了 你是在尔康和班建民面前说我对我额娘不孝是吗 我怎么敢说你不孝 我怎么敢说你不孝 你是天 我是地 我尊敬你 就算你和我以前听说的五阿哥有许多的不同 我也不敢埋怨什么 我现在不是在为我自己争取什么 而且你的哥们一定了解 你不会给我好脸色看 你的好脸色 我给了别人了 你至少对额娘好一点行吗 她真的很需要你呀 我什么时候对我额娘不好 你不要喊水喷人好不好 如果我稍微对我额娘有一点不孝 你也不会进来永和宫啊 你简直让我受不了 你不是三从死得吗 好啊 我现在命令你出去 不许进来 我和我的哥们儿 有些话要谈 不需要你在这旁边唠唠叨叨的 你马上跟我出去 是 我服从你的命令 我可以三从死得做个好妻子 你能不能有心有力做个大丈夫呢 你能不能有心有力做个大丈夫呢 你们都看到了吧 这就是我每天必须要面对的战程 她苦 我也苦 我那个额娘 为了她 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常常激动到昏倒 或者是给我一巴掌的 宇飞娘娘那么温婉慈想 你们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了 这个杏仁格格实在是不简单哪 上次在御化园 已经领教了她能说会道的本领 也领教她的咄咄逼人颠倒是非 现在她居然还会利用于飞娘娘来给你施压 吴阿哥 你的日子未免太难挨了 小燕子不是她的对手 紫薇都斗不够她 但是她用这种方式 又能得到她自己的幸福吗 我们去如意馆吧 这才是让我最恐惧的地方 也不是可以安心谈话的地方 什么 死而复生 怎么会有这种事 我不相信 那个贺鼎红 不是百无一失的吗 我们不是亲眼看到她喝的吗 按说 喝了贺鼎红 就不可能再活啊 老佛爷是千真万确的事 奴婢早就说过 香妃娘娘和两个格格都有妖法 听说香妃娘娘快死了 还珠格格和紫薇格格赶到 在床前不知道做了什么法术 所有的蝴蝶都飞来了 飞到香妃娘娘的嘴唇上吸毒汁 吸完毒汁 蝴蝶飞走了 娘娘就活过来了 她法术大 妖术大 连我这个太后都治不了她 现在怎么办才好 难道让她继续在宫里作为作福 随时准备刺杀皇帝 老佛爷 我觉得观音菩萨一定在暗中保佑老佛爷 才会让香妃娘娘死里逃生 如果香妃娘娘今天真的死了 不知道皇上会多么震怒 恐怕老佛爷将会面对一场 天所未有的风暴 就是皇后娘娘大概也难逃皇上的追究 现在香妃娘娘幸好有上天保佑 活过来了 老佛爷正好稀释宁人 让这件事过去吧 千万不要再伤害她 更加不要再伤害皇上的心 要知道人很脆弱随时都会受伤 可是人也好坚强 可以治愈各种伤口 只有伤心是治不好的 话不能这么说 如果为了不让皇上伤心 而要用皇上的性命来冒险 那么是伤心严重还是伤命严重啊 香妃娘娘只不过让皇上受了一点点小伤 说不定对皇上而言 打是亲骂是爱呢 那条小口子丝毫没有影响皇上的健康 也没有让皇上少爱她一点 可是宫里有许多娘娘 本来皇上很喜欢很尊敬的 只因为言辞锋利手段激烈 伤了皇上的心 皇上就再也不会回头了 皇上驾到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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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 吉 吉祥 皇上吉祥 皇阿娘 上次为了戍方斋一屋子奴才 被打得遍体鳞伤 才和皇阿娘肯谈过一次 没想到更为严酷的手段 会再度出现 老佛爷要处死湘妃 是不是也要处死儿子呢 皇帝 你怎么说得这么严重 朕跟湘妃之间的感情 是非 因果 都不是老佛爷能够了解的 朕不想去说明白 也说不明白 总之 朕现在亲口告诉你 朕喜欢湘妃 这么多年来 朕从来没有这样的 对一个女人心动过 谁伤害了她 就是伤害朕 如果湘妃有个不测 所有有关联的人 朕一概之罪 老佛爷 您是朕的亲娘啊 不要用爱朕这两个字 对朕做出深恶统绝的事 如果把朕逼得没有退路 那就别怪朕不孝 那就别怪朕不孝 所有的后果 都有老佛爷自己承担 言尽于此 儿子告退了 老佛爷 老佛爷 金子 老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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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阿姨 您 您有事找我 家宴 不知道会不会因为 湘妃的事情而改期呢 没听说要改期 老佛爷千方百计 想押下湘妃的传言 怎么可能因为湘妃而改期呢 这就好 宫里热闹热闹 正好也可以驱赶晦气 这八起家宴 所有皇宫国戚全都到场 要在乾清宫摆十桌酒席 同时为你岳父践行 玉石大人要回南边去了 你和新荣要把参加 宴会客人的名单好好讨论讨论 特别是你岳父大人 这边的亲朋好友 更是不能怠慢 要邀请的人 有的甚至你们都要 亲自去跑一趟 额娘 既然是玉石家族的亲戚 和朋友 就交给新荣全权助理吧 我没意见 这是为了你的婚礼 答谢所有的皇亲国戚 而且你的岳父也参加 你花点心思难道不应该吗 李懿岳父岳母的家人亲友 报答人家为你栽培了那么好的媳妇 这也是为人之道啊 你不要这么冷漠 让额娘再着急 好吗 好 好 额娘 我会和新荣一起讨论名单的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不要担心了 好好和永齐去商量吧 对了 你阿姆额娘喜欢吃什么 尽管吩咐玉膳房去做 当天一定要让玉石大人 感到宾质如归才好 谢谢额娘 真可爱 真可爱 我真的想要 你发现 每个人都想要 我们都想要 你都想要 我当天 夫妻 高贵的金枝玉燕就这么一点体力 要是小燕子早就飞过来 老福爷极强 新荣寇见老福爷 老福爷极强 你们两个倒是难得在一块儿啊 你们要去哪儿 怎么一前一后的 新荣还跑得一身汗 老福爷 我们正在讨论八七家宴的宴客名单 勇气说 难得天气好 一边散步一边讨论 但是您知道 女人家总是走得慢呀 最近宫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皇上和湘妃的事情让我心里焦脆 你这个臭脾气也让我烦恼 你现在已经成家了 是个大丈夫了 也该懂事了 善待自己的夫人 才能让一个家庭圆满和谐 你这么不体贴 让新荣跟着你后面跑 你像个好丈夫吗 既然你们一块儿出去 又是新婚夫妇 你就该晚着新荣慢慢地走 不管你要去哪儿或是散步 都要保持皇家的风度 庄重地行走 绝不能像那些没有教养的老百姓那样 横冲直撞 怎么 还不晚着新荣 老佛爷 你们家小夫妻怎么走路 您也要管呀 我觉得我阿哥在前面走 新荣福尽在后面跟随 满得体的 如果他们黏在一块儿 说不定您还会觉得他们肉麻呢 可我就想看着他们黏在一起 我就希望他们肉麻一点 什么叫新婚燕儿 勇启懂吗 居然还在那儿搞什么楚河汉剑 对嘛 你们两个本来就是郎才你貌 天造地设的一对 最好尽快给我这个老奶奶 添个增孙子 那我就没有什么遗憾 要忙什么 你们去吧 谢老佛爷教诲 勇气先离开了 嗯 韩香现在很需要我们照顾 所以我们大家都不能病倒 我们要轮流值班休息 嗯 目前彩下来照顾韩香 我等会儿去休息一下 就去换班 金锁 你也要好好休息 韩香现在需要恢复健康 我们为了那个大计划 也需要体力 所以我们都要轮流休息 嗯 放开 宝罗 表演结束了 我要走了 你要去哪儿 不是要去讨论名单的吗 我们皇族 有哪些重要人物必须邀请 我相信你比我还清楚 你的家族 我倒不熟 想邀请谁 你自己决定吧 你不能走 你不能走 我娘交代了 要我们去讨论名单的 就算是运什么黄金国际 但还要跟你取得共识呀 你少拿额娘的话来压住 也不要故意找理由来缠住我 我不吃你这一套 一阵温柔的风 吹拂着我的脸孔 在我心中留下了 一道顺利的红 一阵轻轻的风 吹拂着我的脸孔 在我心中留下了 缤纷的眉梦 风了阵阵吹 风了阵阵吹 喝风清风风风暴风 我饮下所有的风 有时欢喜有时轻松 风了阵阵吹 风了阵阵吹 即是天到即是地痛 和我依旧坚强听力 坚强尽力不甘笑容 风了阵阵吹 风了阵阵吹 风了阵阵吹